大家好,我是张欣,今天又来谈退休了 我连续谈了四级退休,下面很多好朋友就在问 我到底是如何计算退休金的,怎么算可以提早退休呢 我想今天分享一下我自己最简单的算法 因为很多因素如果掺杂进来,那大概就永远不用退休了 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人退休之后发生很多意外或者是不可预期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每个人的意外都兜在自己的身上,都要留一笔预算 那我想做到80岁90岁大概也没有办法退休 我今天分享一个属于我自己非常简单的退休精算法 我大概是这么算的啊 我预计如果我预计60岁退休,那我大概可以活到85岁 这85岁哪里来的呢?大概是台湾人平均余命 女生大概可以活到84岁,男生大概活81到82岁 所以我就抓个85岁吧 如果活老了那没办法,就只能靠着年金过活 如果没活到这么久,那认了吧,先把钱存起来 多的就留给小孩子当遗产啦 好,那这个样子的话,60岁退休到85岁之间大概要经过25年的时间 25年,这个东西先把它抓住 如果你要65岁退休,那就是65岁到85岁大概是20年的时间 我就预算60岁退休好了 好,60岁退休到85岁之间是25年 如果我一个月为自己准备的退休金是1万块的话 一年12个月吧,那一年就是12万 乘上25年大概就是65,300万 也就是说,我60岁退休到85岁之间,我每个月如果要花1万块 不考虑通膨也不考虑利息 就非常简单的去算它,那大概就需要准备300万 如果我希望一个月花2万,那我就要准备600万 如果我希望一个月花4万,大概就要准备1200万 如果我一个月,我是准备5万啊 那要准备多少钱?就是1500万咯 可是大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怖 因为你看我下面的留言,所有的好朋友都说 一个月5万块不够 所以大家都在问,我存这个5万块到底是我一个人的 还是我跟我老婆的 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一共只有5万块 因为我们老婆又没什么在上班嘛 那当然是我一个人存,我一个人存能 留下来大概就是5万块 这当然是根据了我们两个过去的生活状况 我们一个月,我们两个的开销基本上花不到5万块 我们花3万块差不多了 其他2万块就是一些预备金了 然后总会零零种种的花掉 所以平均一个月大概是5万块左右 我们就这样抓了 好,每要花1万块,大概就要存300万 好,可是你看到这个数字 如果我现在抓一个5万块的话 就是1500万,看起来这个数字非常大 可是它里面可以分成三大块来源 第一个,如果都有在工作的话 就会有一个老保的老年给付 就是有保险就有 军工教就会有月退缝了 大家可以算一下到60岁的时候 到底一个月可以领多少钱 我就跟我老婆算过啦 我们两个把它拿出来试算一下 现在不难嘛 把公司套进去或者上网站算一下就知道 我大概60岁的时候 一个月的老保老年给付可以领到2万块 我老婆可以领到1万块钱出头 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是3万块 如果我们两个一个月可以领3万块的话 那差不多从60岁一直到85岁 就可以领到900万了 那我们的负担就没有这么大了吗 你看原本我一个月要花5万块 扣掉老保老年给付的3万块 那我只需要自己准备2万块啊 我们刚刚讲了 每1万块都要准备300万 所以2万块的话我就只需要准备 600万了 你看从1500万立刻掉到600万 因为有老年几夫嘛 那个就是活到老领到老 活到几岁领到几岁老 第二个部分叫做退休金 退休金是可以一次领的 在劳工的部分有两块 第一个是就职 就职那你当然就是要在同一个雇主之下 工作到一定时间 我们才可以领就职的老那个退休金嘛 就职的退休金大概上限是45个月 而新制的退休金 我相信现在还在讨论退休问题的好朋友大概都是符合新制的 新制的退休金 是谁出的啊 当然都是雇主提拨的 他还是提拨到一个老保局贷管的个人退休金账户里面去 大家都可以拿那个提款卡 如果在富邦土地银行或邮局的话去申请一下 每个月都可以去查公司到底有没有提拨6%给你 公司可以提拨6%自己也可以提拨6% 但是这里有一个法律上面的陷阱 讲的是雇主必须提拨6%以上 所以大部分都提拨6%但是雇主要提拨多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哦 所以基本上我们算6% 这个东西你就算一算以你自己的薪资 然后看一看公司 他到底每个月帮你提拨多少 如果你一路做到60岁 你看看你这一笔退休金可以存到多少钱 我老婆是自由业吗 教游泳而我是有固定固主的 春春春春春 我自己也有跟着提拨6% 反正我也没什么在花钱 我也不做投资的 所以公司提6%我也就提6% 提完之后我算一算到60岁 也就是反正我没工作了到50岁 我大概我那个退休金账户里面有200万 有200万现在不能领 这个退休金账户里面的退休金是保障退休生活用的 所以一定要到60岁的时候才可以领 我刚刚说了 如果我预计在60岁退休的话 一个月有3万块钱的老保老年给付 我只需要准备2万块 也就是要准备600万 而我的退休金账户里面已经有了200万了 这个时候600万是不是又更合理的 可以再拿掉200万了 所以我如果要每个月花5万块的话 其实我自己需要填补的第三块资金来源 就是我的存款了 其实只需要准备400万 没错吧 老保老年给付帮我存了900万 然后我的退休金有了200万 1100万 我只需要花到1500万 不是差400万吗 如果我希望每个月过得好一点点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一个月在60岁以后 可以花到6万块 那多1万块就再加300万嘛 大概就变成700万 5万块就是要存400万 然后那个6万块的话就是要存700万了 那这个钱从哪里来 这个钱就只有自己储蓄或投资来了 投资这个块我不熟 保险这一块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从储蓄这一块来看 如果你40岁开始存退休金的话 那就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20年 要把我刚刚讲的400万或700万给存起来 如果讲算我这个算最低消费啊 只要一个月花5万块 我就要存那400万 20年存400万 提起来不难吧 一年只要存个多少钱 20万就存起来的 你只要每年固定存20万 如果再加上一些利息 其实20年慢慢规划慢慢计划 一个月存1万多块钱 如果夫妻两个都在工作 一个人大概提拨个8000块7000块 到了60岁的时候 两个人就可以安心退休 至少一个月会有5万块钱的开销可以花 这样算很简单吧 其实你就是算一下 60岁之后到85岁 预计可以活25年 每一年你希望花多少钱 扣掉自己的劳保老年给付 再扣掉公司帮我们提拨到60岁的退休金 每个人至少会有个100万吧 如果就持续在工作的话 所以这些扣扣掉之后 也就是你开始需要存的钱了 如果50岁才开始存退休金 我的收入真的不多 要把小孩拉拔大了 把老人养老了 我才有办法开始存钱 那50岁开始存 那我大概就10年之间 要把这一笔费用给存出来 如果我讲了400万 10年那一年就要存40万 那每个月就要存3万块钱 这个会有一点点压力 如果希望过好一点 过到6 一个月能够花6万块 就是我跟老伴两个 一个人能花3万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存的钱 就会更多了 如果从50岁开始存 那每个月就要存 每一年要存70万 一个月就要存6万到7万 如果从40岁开始存的话 那就是刚好一半 大概存30几万 一个月大概就是存3万块钱上下 夫妻两个拆一下 一个人大概就是存1万5千块上下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出来的 退休生活跟退休金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庞大 也没有那么恐怖 只要你可以存 按部就班的把它算清楚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存的下来 因为现在政府的基本的 社会福利跟保障 还是OK的 有很多人说 不要相信这个 不要想劳保 劳保有一天会倒 如果劳保 我的想法啊 如果劳保有一天会倒 就代表政府倒了 因为劳基板里面 显得很清楚啊 劳保最后的亏损 是由政府拨预算 来把它填补 而退休金是不会消失的 因为退休金就存在 我们个人的账户里面了 没有人可以动用 除非政府拿去投资嘛 现在是拿去投资 去年还赔了不少percent 但总体算起来 他的投资还是 效益还是正的 而且他有保障 最低的利息收益嘛 最少保障邮局的 两年期定存的收益 所以不会赔 只会最少最少 就算赔了拿到那个 两年期的定存利息的收益 所以这几个东西 算起来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嘞 那很多好朋友 在下面留言 讲的对不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可以再把预算往上添哦 你看我们刚刚算的哦 如果每个月要5万块 我算了 60岁到85岁之间 然后扣掉我们的 老保老年给付扣掉我的退休金 政府就是那公司提拨的200万 还我自己一起加起来200万都在一起扣掉 我每个月要 我一共还差400万的缺口 这个400万是一个基本缺口 如果我觉得我将来会看牙齿 需要花50万加上去嘛 如果两个人都要看 一个人50万 两个人就是100万 如果我担心我家需要修缮 每10年可能有一次加 那个什么电器大换心 加上去嘛 400万加上看牙齿100万 再加上10年加剧大换心 你看25年不就换两次嘛 第三次就不用换了 留给小孩子用了 换两次一次20万 那原本400万再加上100万 看牙齿再加上40万的家电换装 如果喜欢开车的 我需要在这退休期间买一台车 100万再加100万进来 就是这个样子算了 很轻松很愉快很简单的 先把最基础的东西给算下来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一个 准备退休金的概念和方向 有要多花的 我们看到周遭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再一笔一笔的把它加进去 等想到的时候 我们从那个月开始 多提拨一些经费进来就是了 如果没有把这个东西先算下来 那我们就不知道每个月该存多少 胡乱存钱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存的多 有时候存的少 有时候觉得不用存那么多 就会拿去做一些 比较高风险的投资 当然高风险的投资没有不好 有赚有赔 我这个人身性保守不敢做 我就会担心这些事情 所以算得准准 你就会发现 其实压力没有这么大 一个月5万块 好像还可以了吧 也不过 从40岁开始存的话 一个月也就存个 一两万块钱而已 如果夫妻能够达成共识 慢慢的开始存拉长准备退休金的年限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存到一笔为数可观的退休金 最后一个小事情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在聊退休金的状况之下 我们会看到下面好多好朋友留言 每个好朋友都是根据他自身的状况 给我们一些建议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大家 有很多东西也是我们没碰到的时候 就没想到真看到这些案例发生的时候 心里都会跳一下 但是啊 如果把这些案例通通加进来 第一个真的就不用退休了 你即使一直做到七八十岁也不敢退休 所以有娶有舍 有舍有德嘛 大家就看自己算一下 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 而我除了刚刚那些之外 我不是五十岁提早退休了吗 五十岁退休的时候是没有年纪可以领的 所以五十岁到六十岁这个中间 这十年 我就要自己去存钱了 如果一个月花五万块的话 一年就是要花六十万 而十年 一个月五万块 对 六十万吗 十年我就至少要存六百万 每个月提五万 每个月提五万 刚好过到六十岁的时候 就有年金进来了 那个时候我就从我自己的资金里面 每个月提两万 每个月提两万出来就够了嘛 就是这个样子 把它算一算 兜一兜 兜起来 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多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了 当然小孩子的预算 学费的预算就要另外加了 我给小孩子的预算是 一学年 大概抓三十万 像大学的话 我就抓四年 一百二十万 如果高中加大学就是七年 七三 两百 一十万 大概我就是这个样子抓起来 然后统统把它放到定存 大学毕业的事 老爸就没有办法帮忙了 因为大学毕业 那个时候我们也六十岁了 我也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 预做准备 我们可以留给小孩子 最大最大的恩惠和礼物 对我们这个眷村子弟 外省子弟 或者是 不是富二代的人来说 就是把自己的经济搞到自己自主 不要跟小孩子拿一毛钱 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搞好 不要让小孩子操心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给小孩子最大的福报跟恩惠了 我的小孩子曾经有一次许愿 说希望爸爸能赚大钱 让他能够做富二代 我想这一辈子我是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心愿了 但是我也很希望我的孙子能够成为富二代 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父母没有给他压力的情况之下 好好发挥所长 走出一条属于他的人生道路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还是退休话题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是如何计算这个退休金的 听起来金额很庞大 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堆起来的 一个是年金给付 一个是雇主付的退休金 再来一块就是我们自己拉长年限 开始做退休准备 一块一块把它存下来 这样兜起来 其实没有想象中 那么难 张心漫谈 天天都有些事 咱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